金融市議員同志偉與校友金融市政府社會處長吳廷峰 到金融市民船國中踢館進行三對三鬥牛賽 比賽地點就是剛改建完成的風雨籃球場 由金融市政府交易處耗資890萬進行場地升級 讓地板不再坑坑洞洞也不會積水 風雨更不會再飄進球場內 這一次最主要的改善工程其實包括就是地面的部分 包括壓克力的地板 再加上屋頂的部分做了一個不鏽鋼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改善工程 其實對我們民船的孩子來說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在多雨的一個氣候之下 其實提供孩子一個非常優質的一個運動的空間 地面的部分原本其實不是那麼平坦 我們用了就是補平的方式以外 最重要就是用了壓克力的一個材質 也讓這個地方其實在平坦之外 孩子也比較不會因為滑的部分 其實影響到我們整個運動的一個狀態 那第二部分其實就是大家知道 因為風雨操氧其實它的高度比較高 所以風雨其實比較容易在大風雨的時候會跑到地面來 那這裡也很感謝這次我們的改善工程 有一個很大的部分就在雨遮的區塊 那雨遮的區塊就讓這樣的一個空間裡面 即使在下好大雨的時候 其實裡面的空間其實是可以不會受影響的 見證金融市民船國中籃球隊連續兩年拿下JHBL國中籃賽以及籃子組冠軍 金融市議員童志偉很開心多年爭取的風雨籃球場改建終於有成果 我上任議員之前 然後我就跟著民船籃球隊許偉勝教練這邊一起來跟他們練球跟關心 那當我當選以後我就積極的幫我們民船國中來爭取這個風雨球場 那因為我們民船大家知道我們連續拿了兩年的冠軍 那我們籃球隊的訓練環境一直不善理想 因為包括我們民船國中有桌球隊籃球隊跟射箭隊 都要擠那個下面的一個體育館 那大家訓練得非常辛苦 那我想籃球隊值得有一個完善的風雨球場 那我還記得我在念書那個時候 基隆的小孩子很好動 但是問題是他們要運動的空間通常都很有限 所以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很多體育課都因雨取消 那現在我想很多學弟們應該都有福氣 不會因為天候的關係 不會因為下雨的關係 他們還能夠持續的打籃球 風雨球場升級後最高興的就是民船國中籃球隊員 因為他們更能專注於訓練提升球技 就改建之後這個場地的地板都比較平 然後以前的場地就是凹凸不平 比較通風然後練球也比較不會那麼熱 然後之前在操場然後就太陽很大 然後之前在禮堂是跟桌球隊共用 然後就會覺得空間比較小 然後現在新球場就是比較多空間可以給我們籃球隊使用 在訓練環境改善後 同志委也期盼民船國中籃球隊能夠持續增強實力 朝連霸的目標邁進 為學校更為基隆爭光 記者張其燈金融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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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